第六戰 大家好 我是天亮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PRP90分鐘耐久賽第六戰 PC2 GRA在保時捷的測試賽道 前三個精彩片段 是第三名 這場相對來說比較冷清 所以能夠選的不多 就這麼三個 我們現在看的是Guard的畫面 好可惜啊 這場重播檔案有點問題 只知道是誰開的 不知道他的前後是誰 Guard在這邊對上剛出地的前車 經過一二二彎 打算從內車進攻 前車自己讓出了內線 把位置給了Guard 乾淨的超車 第二名 第二名是G群的畫面 追逐了前面一台藍色的 兩車 兩車熟著內線 這邊出彎G群速度比較快 達到並行 可是G群在外側 兩車互相推擠 嘩 那個BOOM的聲音 G群沒能拿下位置 內線被占去了 要超超不容易 接下來是一個減速型的A色彎道 藍色G群稍微有點搖擺 看來後面的壓力不小 來到直線G群進入內線 進攻 可惜內線要比較早下車 沒能拿下位置 接下來這段我覺得是比較難跑的一段 很容易被拔 兩車順利通過 看似沒有人被拔 這一圈即將結束 打直線 會是G群瞄準的點嗎? 洗手給流 到轉彎了 兩台車一起衝進完 車尾都在擺動 通過這個連續彎曲 G群企圖從外側超車 結果自己開出賽道 打滑 被下一台花色的車追上 超過 掉了一名 G群馬上登上 有非常急的滑牛彎 花色的車稍微吃倒了一點草 被拔慢下來 繼續成功回到原本的位置 距離前面 藍色車輛還有一段 後面的花色車輛並沒有輕易的會甩開 努力跟上著 好 最近能不能追上去呢? 又不是被拉開了就沒了 第一名 也是G群 在連續彎曲失誤完之後 掉到了少數的奧迪一台後面 奧迪吃草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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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腳錐都撞飛了 噴出了一陣沙 不過還是被G群超過 動作帥氣 速度不快 超過奧迪的G群 標準前面的花色車輛 超過 我們這次跑的這個賽道是 保時捷的試車賽道 比賽用的是完整版的配置 但是我覺得另外一個配置更好玩 它的路比較小 然後有 一些上下坡 還有類似像牛北那樣子 斜坡凹下去的 彎道 應該就是防止牛北而做 雖然是結合了各種賽道的經典彎 我覺得那個配置比較好玩 可惜它沒有辦法進PIT 所以沒有辦法使用 就只能用這個了 你看過去 對 第一個複合的連續玩到 我覺得 還蠻容易 吸尾流吸過頭的地方 前面有一台 深藍色的 赤兒草 速度變慢 不知道從哪裡失誤掉下來的 飛機群賺了一名 可是失誤掉下來就不會輕易的遠離 進入三台車的狀態 前後加工 在這個區域群稍微小失誤 車尾擺了一下是不賣的下來 後面的深藍色車輛有可能會趁機超車 還是被季群擋住了 錯失這個機會 現在換到後面 原來後面這台是小鹿的畫面 前面滑色已經又跟不上了 剩下小鹿追直的季群 季群又小失誤 無線跑開了 小鹿吸著尾流 直線尾 外線內線 內線 內線 非常煙車 下車進了內線 兩台車輕碰 小鹿難到前面的位置 繼續出彎比較快 結果卻頂到小鹿自己打黃 這樣啊 花色車也在外面失誤 最後小鹿躲下這三台而前面的最前面位置 以上就是我們這場比賽的精彩全鬥 成績的部分 第一名小翔翔 二十分 第二名 杜鞭 十五分 第三名 季群 十一分 第四名 小鹿八分 第五名 聖修 六分 第六名 小鹿 四分 第八名 我 三分 總分的部分 目前個人總分最高的是 翔哥 小翔翔 74.25分 第二名 我 六十二.5分 第三名 渡邊 五十六.25分 第四名 季群 四十五.75分 第五名 聖修 三十.5分 第六名 小鹿 二十五分 第七名 三十三.75分 第八名 Guard 二十一.25分 再來是 車隊的部分 這次有參賽 拿到分數的車隊 第一名的是 秋名山的 怨林 二十分 第二名 GAP 十一分 第三名 Guard 五分 第四名 Alex 四分 這裡面總分 第一名 秋名山的怨林 八十五分 第二名 GAP 三十八點二五分 第三名 Alex 二十三點七五分 第四名 Guard 二十一點二五分 那我們這集就到這裡 喜歡的話可以在下方幫忙按讚留言分享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喔 如果你想要參賽的話 影片下方說明來有詳細的說明 那就這樣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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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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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